大家好,我是润土的小迷妹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斑点狗不吃狗粮,不晒太阳,却不老不死 活了500岁,一直陪伴主人的故事 在一个偏僻的城堡里生活着一个老人 老人养着一条斑点狗 但是这条斑点狗的来历可不简单 从墙上的相册就可以看到 早在老人祖辈时期,这条狗就已经存在了 小黑守护了一代又一代人,直到他们死去 原来小黑拥有吸血鬼血统 可以说是不老不死 老人的生命已经垂危 小黑的使命却没有结束 小黑要继续守护老人的孙子小剑 小黑不仅生命力长久 还拥有吸血鬼顺移的超能力 小黑最喜欢的就是透吃猪血果冻 即使被人类发现,他也不会害怕 还可以来去自如 这天老人的孙子小剑收到一个箱子 打开一看,原来是爷爷养的斑点狗 小剑和母亲一直盯着这条狗狗 考虑到底要不要养它 此时小黑也在悄悄打量着它们 最后小剑和母亲还是决定收养小黑 小黑虽然拥有吸血鬼的能力 但是也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不可以遇见阳光 所以白天的时候 小黑永远都是躲在阴影之中 而小剑却对狗狗这样的行为感到怪异 强行要拉着小黑到院子里晒太阳 没想到斑点狗纹丝不动 小剑差点摔了个大跟头 没办法的小剑只好认为 小黑怕晒黑了 小黑还有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就是从不吃狗粮 毕竟也是高贵的吸血鬼血统 怎么可以吃狗粮呢 小剑无奈的对着小黑说了一句 你到底要吃什么 没想到小黑居然真的开口说话了 说自己要吃猪血果冻 小黑这一开口 小剑直接煞晕了过去 醒过来的小剑接受了这个现实 小黑也对小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500年前 小黑不小心被吸血鬼养了一口 不知道是哪个吸血鬼这么残忍 对狗也可以下口 从此小黑就拥有了吸血鬼的能力 并且一直守护着小剑的家族 直到现在 小黑不忍心吸人血 所以只好吃猪血果冻 这下小剑算是相信了 小黑可是一点都不平凡 既然选择了小剑作为主人 小黑尽自己所能的照顾着他 小黑收拾房间的速度飞快 眨眼之间就可以把杂乱的房间收拾好 而且眼球可以迅速转动 把人催眠 与此同时 小剑也在为小黑着想 为了能让小黑白天也可以出去溜达 小剑为小黑量身定做了一套防晒服 小黑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疯狂的走位 小剑去学校上学 小黑就藏在衣帽柜里 很快小剑就拥有了一条吸血鬼狗狗的事情 就传了出去 恰好就被两个黑心伤人给听到了 他们想利用小黑不老不死的基因 研制出可以抗衰老的化妆品 以此来达到他们发财的目的 这天小黑像发了疯一样的乱窜 在学校里闯了祸 为了不给主人添麻烦 小黑被送去了收养中心 此时坏人男女趁机赶了过来 小黑使出了自己的大绝招 眼球飞快的转动 控制了两个人的神志 坏人男女被斑点狗一顿戏耍 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狗狗 最后小黑成功逃离了动物收养中心 坏人男和坏人女也打交了 继续抓斑点狗的念头 小黑再次回到了小剑的身边 继续陪着小主人一起成长 变老 死去 小剑很幸运 拥有一条超能力的狗狗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 即使自己的狗狗没有超能力 它们也会同样得到疼爱 因为狗狗是主人最忠诚的朋友 如果你拥有一条吸血鬼狗狗 你最想让它们做什么呢